你说怎么呢 我就说 今年像感冒这样的病的话 我也是得了好几次了 总感觉现在这个药的药效 没有小时候那么好了 我在想他是不是因为 有那个抗性 药用多了还是什么的 有一部分原因是 而且你这个存在一定的幸存者偏差 他两方面处罚 一是抗药性 那抗药性其实不是主要的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 当你面对一种病毒 你要是如果要是 要是比如说你自己通过发烧也好 啥也好产生抗体了 这种病毒未来你就免疫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你天生出生的时候 你出生的时候有五点防御力 每一次中毒了得病了 你在扣完血慢慢回血的时候 你的防御力你有抗性 你防御力长上来了以后 这一类病毒 他就没办法再破你防上了 所以能破你防上的 都是比那严重的病 你能理解吧 你小的时候感冒发烧是经常的事 但你会发现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 感冒发生就变得越来越少 但是你但凡感冒发烧 他就不是之前吃那点病 吃那点药能治得好的 因为啥 因为你之前那种病 你已经免疫掉了 听懂了吗 懂了懂了 然后什么时候这个抛物线 开会走到巅峰呢 就是你现在的时候 二三十岁三四十岁 等到你随着老又下去了 就跟老药罐子似的 啥都得吃 跟不上了 明白吧 现在总感觉像那种 他要的是 总感觉是那种药 没那种小时候的药 药 它跟饭不一样 饭是只要你饿了 吃了就一定会饱 明白吧 只要你饿吃了一定会饱 但药不一样 吃了 啊